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海也都遭到政府的迫害 但是我一上访了已经十几年 我对中国政府这样的迫害也受到了很大的程度 但是到美国来以后呢 我是2011年10月1号到美国 到了美国第一天呢 我就到联合国已经三年 执政三年了维权 但是在联合国这段时间呢 中国的政府呢 就是装聋作牙 看到我们总是必要不谈 看到我们总是要走开 在美国的这段维权的路上呢 我们不管到阿南伯克张元 到汪洋总理来的时候 我们都冲了 但是他们还是就是看到我们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美国呢 感觉上方比中国的上方的自由民主 我们在当时候到汪洋的时候 从汪洋的车子后 警察把我拦下 把我抓起来的时候 就就问了我一下 你为什么要冲那个车子 我就说中国政府抢了我的财产 汪洋来了我就要冲 美国政府就说了 你侵犯他的领地 我说我没有侵犯他的领地 因为汪洋来了我就要冲 后来那个警察就说yes 敲了一个大拇指 就认为我们是很一个很伟大很英雄的 就是对我们就是我感觉到在美国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在中国是是一个就是被中国政府迫害的群体 我们现在呢通过好多人帮助下 我们在打官司打那个就是中央的李克强习近平的官司 我们现在美国政府的已经受理我们了 已经受理我们已经准备把我们的材料 把我们的诉求寄到中国政府 然后等美国政府要有时间在受理要等待开庭 希望大家访民团结起来 然后再继续就是维权 我就说一点 因为我们北京是法民最低省不会说话 谢谢大家